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或天上怀日 几了世世千余传 爱是千余传 如此上映出这 怀季岛屿的红楼 你去拿一件灰疏斗篷 与它披上 你觉得怎么样 先歇息吧 小祖宗 快睡去吧 再好个半夜 敏儿眼睛抠了 怎么出 去吧去吧 你还不快去 快去呀 去吧啊 我在这里就是了 小祖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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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haber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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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招你熬了这一夜 还是病中 我越发醉过了 你身上觉得怎么样 到这回子了 想是老太太她们 已经快收拾妥当了 你还不赶快梳洗了 来人哪 快来人哪 来人哪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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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那边来人问 准备妥当没有 你先下去吧 太太那边都来人催了 这可怎么是好啊 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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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几时 所以 睡了 睡了 睡了晚了 二爷 这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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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约 把披肩拿来 快点 来了 太太 太太 你再去问问 宝玉弄好了没有 是 太太 这到底逢没逢完啊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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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说 车都备好了 让您快点呢 你去回老太太 二爷装穿衣服呢 就好了 是 你别啊 二爷 你等等 二爷 二爷 这 你别急啊 你先去吧 是 不行 我得去看看 不行 我得去看看 我家 再也不能 去吧 快去吧 你看 你看 去吧 快去吧 哎 哎 清文将确精求补完 已使得力尽神威 昨刚好了些 今日却又犯虚微服缩起来 又请到王太医疹的脉 一面说 汉后事与调养 非同小可 一面出去 开了药进来 夕人送母兵后 也已回来 当下已是腊月 离年日近 容宁二父内外上下 皆是忙忙碌碌 咱们去了这一日啊 今儿不在礼部官邻 又分到了关禄寺窟上 您又到了关禄寺 才领了回来 哦 关禄寺的官都说 问父亲好 多日不见 十分想念 他们这哪是想我呀 这不要到年夏了 不是想着我的东西 就是想着我的戏酒了 宁国公 容国公 恩赐永远春季赏贡二分 龙锦卫后补侍卫贾荣 当堂灵奇 三分家啊 虽不等这几两银子用 多少是皇上的天恩 官了来 给那边老太太见过 值了祖宗的贡 上领是皇上的恩 下则是托我祖宗的福 咱们就是用一万两银子 贡祖宗 倒不如这又体面 又能沾恩惜福的 是啊 除了咱们这样一二家之外 那些世袭的穷官家 若不是仗着这些银子 拿什么上宫过年呢 真正是皇恩浩荡啊 想得周到 想得周到 且说贾珍哪 这话儿 开了祠堂 卓人打扫祠堂 收拾供器 请神主 又打扫上法 已被玄公一针饮下 贾珍密贾荣房的银子 回过贾母王夫人 又至这边 回过贾舍行夫人 将口袋向祠堂大陆内坟了 便有小厮拿饼铁一片 回黑山村的乌庄头来了 快点 看看 快点 往前去 大陆 三十只 张子 五十只 刀子 五十只 天群二十只 仓姿二十只 Montith TB 龙诸二十只 野兔二十只 热细二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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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羊二十只 冲羊二十只 鸭汤羊二十只 家苹羊二十只 家苹羊二十只 全相鱼 老铁咅 墨谢谢 最好的大饼 雄掌二十只 雄掌二十只 骨铅二十只 除熊肉 骨铅二十只 而且 今年年程实在不好 从三月里下雨起 接近连连直到八月 竟没有一连清过五日 九月里一场蛮大的包子 房间一千三百里 人 房屋 牲畜并粮食 打伤了上千上万 所以才这样 爷明察小的不敢撒谎 我算定你啊 至少有五千两银子来 这够做什么呢 如今你们那里只剩八九个庄 今年都爆了两出汗浪 你这老婆还打擂台 真真是别想叫人过年了 爷这里还算好呢 我一兄弟 你往那里值一百多里 谁知情大差 他在那府里玩着急速庄地 爷这里多几倍 可如今也值这些 只不过多二三千两个银子 也有机会要打量 正是 我这边都可对付 以无外向大事 比不得那府里 这几年添了很多花钱的事 是 又不添这什么银子产业 这一二年啊 赔了许多 你说不管你们要找谁去 是是是 是是 已到了拉月二十九日了 各色齐备 两府中都换了门神 连队 挂牌 新游了陶府 焕然一新 此日 由贾母 由高峰者 皆按品级着朝府 先坐八人大轿 带领着中人进攻朝贺 行李领燕必回来 便到宁国府暖阁下轿 宁国府 从大门 宁门 大厅 暖阁 内厅 内三门 内宁门 并内塞门 直到正堂 一路正门打开 两边接下 一色珠红大高涨 点得两条警工一般 依竹驾 楼井 楼井 手奏 九三献礼 只见贾夫人分招目排班立定 甲敬主净 甲舍培净 甲针献绝 甲连甲葱献博 宝玉捧香 甲长甲令战败坛 首分尺 清一月纵三献绝 百兴币分拨殿酒 港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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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细流神打亮着宗刺 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 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 上悬一块匾 写着是假式宗刺四个字 旁书 严慎宫孔季宗署 甲刑甲指等从内一门挨刺猎战 直到战堂往下 砍外方是夹进夹涉 砍内皆是各女眷 众家人小丝接在一门之外 每一道菜质传至一门 甲心甲指等便接了 按刺传至街上甲敬手中 甲嶼系长房长孙 独他随女眷在坎内 每一甲敬孔菜制 传于甲嶼 甲嶼便传于他妻子 又传于凤姐游氏主人 直传至贡桌前 方传于王夫人 王夫人传于甲母 甲嶼方堂放在桌上 甲夫人在共坐窒息 东向力同甲嶼共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叩拜列祖列宗 凡从门坂之名者贾敬为首 夏则从御者贾贞为首 在下村草土者 甲茹为首 左朝右暮 南东雨夕 自甲母念乡下拜 众人方一起跪下 将五间大厅 三间暴煞 内外囊延 街上街下两丹池内 花团锦簇 塞得无一系空地 鸦雀无闻 只听铿锵叮当 精灵欲碑 微微摇曳之声 并且跪靴屡撒踏之下 一时离弊 甲进甲舍等便忙退出 至荣府砖后与甲母行李 当下除夕已过 至四日无辜 甲母等人又安平大庄 拜全副执事朝贺 监住元春千秋 领宴回来 又至宁府寄国列祖 方回来受礼弊 便换衣歇歇 所有贺杰来的亲友 一概不回 早又元宵将近 至十五日之夕 甲母便在大花厅上 命白几席酒 定一般小戏 满挂各色家灯 带领荣民二府各子职 孙男申席等家业 天台主要离 赛老师娘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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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跟我歪着想跑了 老太太说哪里话呀 举眼看看可有谁家 能像老太太这样乐享天伦的 便是这满屋子新奇东西啊 有些啊我们见都没见过 是 台上正唱的西楼楼会 这出江中虞书夜阴赌气泉 那文报便发刻魂 恰好今日真是真月是吾 荣国府中老祖宗家也带我 请留本娃 好些国子吃 是要紧的用我 走 难为他说的巧 傻 断然 啥 来 好 董董姨太太 赞承诺豆腐果的颜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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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妹妹太好玩了 谢谢 寶玉正高兴 回头想起习人躯不来 心里便记挂不 Architecture 你往哪儿去呀 外头炮仗厉害 仔细天上掉下火只来烧了 不忘愿去 去去就来 派人好生跟着 齐人则不见了 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 端知是小女孩子出来 他妈前世没了 因有热效不便前来 大妈几时死了 我怎么不知道 齐人才亲自去回的老太太 老太太怎么她忘了 想起来了 我的记性尽平常 老太太哪记得这些事啊 就是啊 我想着 她从小服侍了我一场 又服侍了云儿一场 末后给了一个魔王宝玉 亏她磨了这几年 她又不是咱们家根生土长的奴才 没受过咱们什么大恩怨 她妈没有 我想着要给她几两银子发送 也就忘了 潜太太才赏了她四十两银子 也就是了 这还罢了 正好鸳鸯的娘 潜也死了 我想 她老子娘都在南边 我也没叫她家去 走走守孝 如今 叫人装些果子 她才拽点心送去 让她们两个一出做伴去吧 还等这回子呢 只怕呀她早就去了 她们都睡了不长 来 咱们悄悄进去 吓她们一跳 好啊 快 真的都睡了 你跟她没有人呢 可知天下的事难定 咱们过去 论理 你单身在这里 父母在外头 他们每年冬去西来的 也没个定准 想来你是不能送终的了 偏生几年就死在这里 你倒出去送了终 真是的 我也没想到 能赶父母回首 太太又赏了四十两银子 也倒算养了我一场 我也就不敢妄想了 谁知道她来了 我这一进去 她又赌气走了 不如 咱们先回去吧 她们先回去吧 你才走 我看不出来 你才走 要是你的 你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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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倒要干过这杯啊 就是 来 沈宁 是 是 好了 好了 洪姐姐 看我来 跟我来 来 真大嫂子 好 好兄弟 快别忙活了 连你姐姐妹妹一起蒸上 不许乱蒸 都要叫她干了 云妹妹 谢谢宝哥哥 云妹妹 来 我们跟了 你怎么不吃啊 你替我吃了吧 多谢 宝兄弟 别吃冷酒 仔细手颤 明儿写不得字 拉不得弓 我没有喝冷酒啊 我知道没有 不过白嘱咐你 土地鼓为 一时上了汤后 又接献了元宵 贾母便命将喜赞歇歇 细先歇歇吧 小孩子们可怜见的 也给他们些滚汤滚菜的 吃了再尝 又命将各色果子元宵等物 拿了与他们吃去 一时歇了戏 便有婆子 带了门下长走的女仙进来 李亲家太太和姨太太 想听什么说啊 不拘 什么都好 是啊是啊 什么都好 近来可有 添下什么新书啊 倒有一段新书 是残堂五代的故事 什么名字 叫做凤囚鸾 这名字倒好 不知因什么起的 先大概说说缘故 若好再说 这书上乃说残堂之时 有一位乡绅 本是金陵人士 名唤王忠 曾做过两朝载府 如今告老还乡 膝下只有一位公子 名唤王熙凤 这丑啊 咱们凤丫头了 那是我蒙儿奶奶家的 少魂说 该死该死 故事是奶奶的会 别怕 你们只管说 虫迷虫馨耳得多着呢 这年 王老爷打发了 王公子上京赶考 那日遇见大雨 进到一个庄商碧雨 谁知 这个庄商也有位乡绅 姓李 与王老爷是世交 便留下这位公子 住在书房里 这李乡绅西夏无儿 只有一位千姬小姐 这小姐的方名 叫做除鸾 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怪到 叫凤求鸾 不用说 我猜着了 自然是这王熙凤 要求这除鸾小姐为妻 老祖宗 原来听过这一回书 老太太什么没听过呀 便是没听过 也猜着了 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 左不过就是些 家人才子最没趣 把人家女儿说得那样坏 还说是家人 编的连影也没有了 开口都是书香门第 父亲不是上书 就是宰相 生一个小姐 必是爱如珍宝 这小姐 必是通文之礼 无所不晓 竟是个绝代家人 只一见了一个 亲信的男人 不管是亲是友 别想起终身大事来 父母也忘了 书礼也忘了 鬼不成鬼 贼不成贼 哪点是家人 便是满腹文章 做出这些事来 也算不得是个家人 比如 男人满腹文章去做贼 难道 那王法就说他是才子 叫不入贼情 一案不成 可知那编书的 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 再者 既说是 世幻书香大家 小姐都知理读书 连夫人都知书失理 便是告老还家 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 奶母 丫鬟 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 怎么这些书上 凡有这样的事 就只小姐 和紧跟着一个丫鬟 你们白想想 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 管是前言不搭后语 老太太这么一说 是谎都批出来了 这有个缘故 编这样输的 有一等 他是度人家富贵 或有求不随心 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 再一等 他自己看了这些书 看魔了 他也想一个家人 所以编了出来取乐 他何尝知道 那是幻读书家的道理 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 也没这样的事 别说是那些大家子 可知是走掉了下巴的话 所以啊 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 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 这几年我老了 他们姊妹们住得远 我偶然闷了 说几句听听 他们一来就忙些了 这正是大家的规矩 就连我们家呀 也没这些杂话 给孩子们听见 啪啪啪 酒冷了 老祖宗且喝一口 热热嗓子再白晃 这一回啊 就叫做白晃季 就初在本朝本地 本年本月本日本时 老祖宗一张口 难说两家话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是真是黄且不表 在这那关灯看戏的人 老祖宗其让这女虾 要先吃一杯酒 听两出戏之后 再从左朝花言掰起如何 奶奶好刚口 奶奶要一说书啊 真连我们吃饭的地方 也没了 你少兴投血 外头有人 比不得往常 外头的只有一位真大爷 我们还是论哥哥妹妹的呢 从小一出淘气了这么大 便不是从小的兄妹 就以博书论 那二十四孝上班一细彩 他们不能来细彩 以老祖宗笑一笑 我这里呀 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了一笑 多吃了点东西 大家喜欢了 都该谢我才是啊 难道犯笑话我不成 是不是老祖宗 可是这两日 我竟没有痛痛地笑一尝 倒是亏了她 一路笑得我心里痛快了些 我再吃一盅酒 我来到 宝玉 也敬你姐姐一杯 不用她敬 我躺老祖宗的时候吧 天有几斤啊 老祖宗三斤了 怪得寒津津的起来 老太太 不如逻辑暖阁里 递炕上道也罢了 好主意 如今也不用这些桌子 只有两三张并起来 大家坐在一处急着 又清香又暖和 老祖宗 我扶你进去 众媳妇忙撤去残席 里面直顺并了三张大桌 另用天换了国砖百行 贾母让薛姨妈和李沈娘 正面上座 自己西向座 叫宝琪 黛玉 湘芸三人 接锦衣左右坐下 行夫人王夫人之中夹着宝玉 宝钗子媒在西边 S下去便是楼氏带着贾君 游氏李丸夹着贾君 下面横头便是贾荣之旗 真哥儿媳妇儿 珠儿媳妇儿带着狼儿媳妇儿 带着兄弟们去了 今儿老祖宗高兴 趁着女仙儿在这儿 不如啊叫她击鼓 咱们传媒 行一个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 这是个好令 正对时对紧 若到谁手里住了 吃一杯酒 好好好 神下老祖宗 要什么有什么 我们这不会的 岂不没意思 依我说呀 也要雅俗共赏才是 不如谁输了 谁说个笑话如何 好好好 好好好 这个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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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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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自然是老祖宗先洗了 我们才拖来先洗 你没有什么新鲜发酵的 少不得老脸皮子厚的说一个罢了 老祖宗快说 一家子养了十个儿子 娶了十房媳妇 唯有这第十个媳妇最聪明灵灵 心巧最乖 公婆最疼哪 城市家说 那九个不孝顺 这九个媳妇委屈啊 别伤你说 咱们九个心里孝顺 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嘴巧 那公公婆婆老了 只说她好 这委屈 向谁诉去啊 大媳妇说了 咱们明儿到阎王庙去烧香 和阎王爷说去 问她一问 叫我们脱生人 为什么单单地给那小蹄子儿 一张拐嘴呀 我们都是笨的 周人听了 都说这主意不错 第二天 都到阎王庙里 来烧了香 九个人 都在贡桌底下睡着了 那天我会儿 到不到阎王爷 正着急呢 只见孙行者 驾着跟斗云来了 看见九个魂 便要拿金箍棒打 吓得九个魂 忙跪下央求 那孙行者问缘故 九个人 忙细细地告诉了她 孙行者听了 把脚一躲 看了口气的 这缘故 幸亏遇见我 等着阎王爷来 她也不得知道的 那九个媳妇听了 就求说 大圣 发个慈悲吧 我们就好了 孙行者笑道 这却不难 哪日 你们周里十个脱生石 可巧 我正到阎王爷那里去 因为啊 鸟了袍虽在地下 你那小婶子便喝了 你如今 要淋漓嘴乖 有的是碎 再撒一泡 你们喝了就是了 幸儿啊 我们都笨嘴笨塞的 不然 你就吃了猴尿了 咱们这儿啊 谁是吃了猴尿的 别装没事人 是 是 是 笑话不再好想 就想这银子就发笑 笑话 有证明你就停 记住了 好 好 我 没有 我 咱们 说 好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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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观的假夜凋零 富贵的金银散尽 游蚊的四里逃生 无情的分明暴雨 千鸣的明依换 千泪的泪尽 远远相抱是非情 分离聚合戒牵定 欲知名段问千生 老来富贵夜阵侥幸 看破的顿路空门 痴迷的望送了性命 欲知名段问千生 老来富贵夜阵侥幸 好意思是金鸟头里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